观众朋友现在比赛已经开始 我们向大家介绍比赛的情况 您现在看到这是男主比零 现在是刘梁发球 这两人学生都是19岁 那他们在这次 现在是8比3 现在8比3 刘梁发球得分9比3 这一个共同特点 前三板都是非常好 现在8球 8球连续得分 抢攻一板 这就是发球抢攻 孔林辉这个对眼 确实技术比较全面 而且打得比较稳定 刘梁接发球抢攻 侧身 1比15 现在孔林辉发球12比15 13比15 反拍的这个弱点 拉一板弧圈 欢迎飞拉一板弧圈 也有呢这种这个 弧圈结合快攻 另外呢还有打消球的冰聪 立下了汉马功劳的 他们战胜了不少世界的名将 再攻击板 21比17 好了第二局比赛开始 我们现在来接着第二局比赛的情况 现在比赛继续进行 现在是孔林辉发球 孔林辉发球以后得抢攻 2比0 就是发球抢攻 现在孔林辉发球现在3比0 侧身 4比0 4比0 正手抢位一板 15平 现在15平 现在孔林辉发球 这是第二局比赛 孔林辉先看了一下对方 然后发一个长球 这球给对方的角上 大家知道是冰方队的比赛里边 16比20 刘文良先发球 刘文良现在落后4分 这档球出界 过往1比3 刘文良先搓一板 然后现在挂发球 现在刘文良发球4比 刘文良发球以后呢 先搓一板 然后反手 现在没办法侧身 所以反手再踢挡 刘文良发球 侧身抢攻 第二板 这就是发球抢攻 太擦这球台上的汗 然后继续比赛 发球正手拉一板不均 以及现在孔林辉发球3比7 进发球抢攻 一个是落点变化 一个旋转的变化 又抢攻一板 在激烈的比赛里面 确实很辛苦 他们在上午的比赛里面 进行男子三胆半决赛 现在没有进行决赛 在这之前呢 他们是过关斩将 孔林辉再做一番 11比12 刘文良发球12比13 刘文良发球 这次排列看的孔林辉 就是不让他抢过 19岁 他们在世界大赛里面 得到锻炼 对于以后的这个比赛 那就是非常有益的 有个两个黑球人 陈秋剑 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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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零辉把这球回住了 现在是10比6 这样孔零辉领先交换了场地 现在孔零辉领先 孔零辉这样领先6分了 现在孔零辉发球以后 这对方进发球在强攻 孔零辉在回球是球球界12比7 现在换发球 现在7比13 刘良发球 刘良发球以后 反扰再推 刘良发球